今年回家想装逼34c怎么选 首先30万左右预算里边 咱们可以对比一下谁最扛活 奔驰c260 他还有近五年的在售时长 奥迪也四呢 今年就换代 宝马三系呢 还有两年的在售时期 也快马上换代了 有可能2025年宝马三系全新换代 然后奥迪也四今年换代 奔驰c级是最扛活的 最扛活的企业也是三叉星辉 照料你的减证 奔驰标也是最装逼的 这点同意的点赞 然后就是他们的价格 咱们可以对比一下325c260 还有奥迪也四五 四五的奥迪也四 如果他们价对比的话 动力体验感很多人 勾名为奔驰c级1.5T动力差 但是你在懂色地 配置对比里边能看到 325跟奔驰c260 他们两个百公里加速 基本上都是七秒多 只有45TFSI的 奥迪A4它的百公里加速是六秒 但是30万价格区间 你想要动力好的话 买燃油车没有任何意义 为什么 极客007 299,900 百公里加速达到了2秒84秒 如果说你追求动力 买电车绝对没毛病 为什么 对于电车来讲 它动力这一块成本是极其低的 但是对于燃油车来讲 动力这个东西成本就比较高一点 还有你的目的是什么 装笔那么好 开的时间长 长时间不换带 保持力更好 且奔驰更有白面 选择奔驰C机是不是没毛病 统一的点不而占 你觉得30万预算买什么车最有牌面 评论区告诉我 快过年了 做所有小伙伴 八方来采 龙年大吉 所有美好运 陪伴你们每一天